奧運勝貨今早已經運底北京 而負責這次運送的奧運勝貨號 亦都經過精心設計 我知道機身就以紅黃為主 只是紅黃這兩種顏色 都有25種不同的深淺程度 其實加起來就像一個抽象拉長的火具 有些人就像火鳳凰般說 而這架飛機本身 就是一架機靈有一年的空中巴士 A330型號 為何會選擇A330呢 因為這架飛機比較普通 若然在途中遇到甚麼障礙 都比較容易獲得支援 鍾仔,我想問問你 這個奧運火具要途經這麼多城市 要坐車、坐飛機 如果中途有甚麼事 或者他的聖火如何保存得久 不會適? 這麼多問題 一定要看看網友怎樣說 好… 看看網友朱仔錢硬 他說火具內加了一些助言 又或者二言的液體 好像是火酒一樣 那傢伙仔就說 聖火要在坐飛機的話 就要放在一個特殊的燈罩裡面 而且可以保持燃燒15小時 究竟是否真的呢? 我們一齊來看看 好看